一款全紅金的Condomaster Ceneve Signature 如果你在九十年代至二千年 已經在玩錶 你就多一點都接觸過這支手錶 當年就打著有星期日曆月上的 Full Calendar 又有三萬六轉的機芯 這支紅金真的很重 整條帶都是實心的 為什麼我剛才講起這支呢 因為市面上我都見過有些 是平衡的機芯 其實那支是39mm 這支已經是美期的 這支是40mm 所以有少少的分野 Condomaster 這一期的面是雕花 比較細緻 而且你會覺得網絡高級些 條帶已經是用了螺絲的部分 如果大家有鋼帶的Condomaster 可以留意一下它 如果是早一代的那些 就應該是搭的 就不是這樣上螺絲的 這支就 因為它大了1mm 帶上手就 你可能會覺得 紮實威武一點 剛剛我都有一支鋼帶的 這支都是40mm 而且都是上螺絲的樣式 兩支放在一起 這支當然是高級很多 而事實上 我覺得所有的雕花面 Condomaster 做工都比較細緻 裡面的 index 和 Tachimeter 因為它大了少少 就不會覺得 錶很默默的 這支白面 適應性當然好些 黑面 以前是多些人追捧的 我覺得近年 大家對於黑面 可能玩得太多 也有一種改變 不過我這支 可能是帶子 再新一點 這個Claps 做得很精密 這支 可能金錶太重 已經不會再用 這麼厚的扣 我記得有一堆Cenev 開啟的皮帶接扣 用這個部分 這支錶很重 含金量很高 這支扣 我意思是 兩支手錶放在一起 如果有專業的攝影師 都是一對經典的 在手錶的歷史中 一個卡式 多謝大家